布林肯访华 中国的不欢迎是直接写在脸上的 应要来和应要来在我国的外交辞令中 可是有着截然不同的表述和意义 不仅态度上天差地别 而且接待起来规格也差距于你 大家好 我是原在 针对这次布林肯的访华 安排我国外交部在事前给出的描述是 经中美双方商定 美国国务卿将访华 这句话乍读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温文尔雅 情绪稳定 但如果你熟悉我国的外交黑话就能明白 这几乎是一种生理上的不适和不欢迎 你最好别来 没人待见 可如果非得舔着脸硬来 我也不会拦着你 说白了 这货可不是我请来的 是他非得赶在父亲节这天来中国欢度618 这个美式硬闯在外交理解上 其实仅次于窜访 红毯一仗什么的就别想了 红线安排上 根据布林肯抵达的照片可以看出 大概是来得太匆忙 红毯都还没来得及给铺上 反而是在落地不远处有一条醒目的红线 还被这老小子给一脚踩了上去 后面停了警车 架上着冷清潇涩的街机现场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红通逃犯被缉拿归案 中国的外交体面只给懂分寸的人 布林肯此行在中国的剧情 其实大伙也并不陌生 因为在不久前的4月 就发生过几乎一模一样的公开处刑 当时的不速之客 冯德莱恩和马克龙组团来访 中方在接待时就采取了差异化处理 马克龙是因国家领导人邀请 而欧洲老嫂子则和这次的布林肯类似 经中欧双方商定 不仅自己得挤民航来 而且官媒多日对其只字未提 和马克龙高调欣赏酒消环配 大学演讲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关键的是 和这样带有明显反华属性的政客 在会谈时 中方向来一句客气啰嗦的都没有 上次给冯德莱恩安排的是 围绕台湾问题训话式的警告 而这次中国外长在会见布林肯时 就以一句中美关系处在最低谷开场 并以五个双方同意最终定调 拜登在评价布林肯访华的成果时说 中美关系走在了正轨上 可如果这条轨道 不是中国复兴号跑的那种 而是美国造的 那么前景可实在不大乐观 就在这个月 基辛格刚表示 目前中美关系就像是站在了悬崖之上 可布林肯偏偏在总结自己的访华成就时 说过去这两天 我们向前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集你妹啊 为什么我总是建议粉丝朋友 没事多看看CCTV6电影频道 因为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感受第七艺术 而且更要命的是 竟然还可以跨界洞察天下大势 就拿这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来说 6月9日 美媒放出风声 说布林肯计划在下周就去中国 六公主随即放映甲方乙方 6月15日 中国外交部确认布林肯即将访华 并公布了细节安排 CCTV6果断排片《我为猪狂》 6月17日 来中国的前一天 布林肯发声说 会及时将访华成果与韩国共享 CCTV6在这一天 杀人诛心不带脏字 毁上立墙还让对方无可奈何 这就是任性六公主的频道人设 等到了布林肯落地正式开启访问 CCTV6更是火力全开 6月18日 布林肯抵精 播放玩偶骑兵 6月19日 中国领导人接见布林肯 线上意志片《我们梦中见》 6月20日 布林肯在美国驻华使馆开记者会 妄言要纠正中方的一个观点 六公主旗帜鲜明地安排了一部斗地主 什么是敬业 这就是敬业 一个长期卧底在央视 却和广电总局级别一致 直属中宣部的硬核频道 利用植物之变 在选篇排期的同时 不仅要让大伙看到荧幕之上的精彩 他更想把天地之间的广阔 展现在你的面前 长期跨界解说国家大事 还把阴阳怪气的嘲讽属性拉满 正是特立独行的六公主最擅长 也是尺度拿捏最到位的表演 如果你收购了新联播的严肃 厌倦了媒体解读的冗长 却又想在短时间内了解 热点事件的黑白曲直 那么就请一步六台 在这里只需要扫一眼节目单 大到国际事件小到八卦于情 皆可做到瞬间秒懂 2021年美军仓皇逃离阿富汗 电影频道播放一条狗的回家路 2009年革命老区法国爆发黄马甲大游行 电影频道播放悲惨事件 2014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日 六公主临时驾更珍珠岗 2014年苏格兰岗独立公投 六公主吃瓜带拱火 给整了一部勇敢的心 2008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六公主情绪激动直接放日本沉默 性格决定命运 如此耿直又古灵精怪的宝藏频道 在向来严肃的国家级媒体背景下 还获得了一个不多见的特权 实际播出内容居然可以和预告不同 因为国际热点总是突发 节目的排片却需要提前备好 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下 奉旨吃瓜的CCTV6 常常会给观众打预防针 节目预告你就当天气预报 仅供参考一切以我为准 在目前中美关系处于历史级大低谷的状态下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 那就是美国这个能动手绝不多逼逼的战争爱好者 竟然强烈要求做下来对话 还有中国这个平日和谁都能落上两句的对话狂魔 竟然被烦的直接关卖球误扰 汉匪被逼的讲道理 话劳被整得冷暴力 今天的中美两国似乎又再一次都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模样 上一次像这样属性互换 还是朝鲜战争之后 美军狂恋运回穿插 解放军炮火洗地给老子炸 布林肯结束了为期两天为了接触而接触的中国之行 这次的美式外交不能说是大有建树 只能说是一事无成 啥实质性成果都没落实 布中堂却称在过去的两天里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这个熟悉的话术在中国一般只会出现在某个特定的公共场所 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布林肯的总结翻译成人话就是 双方虽然尿不到一个狐狸 但要避免自到对方身上 不少人在谈及今天的中美关系时 喜欢用一个词叫斗而不破 那么我们今天其实已经可以很清晰的看出 到底是谁更担心擦枪走火 谁更不愿救的稳太被打破 那当然是威慑与实力不相符的一方 得不配位的人往往更怕直面真相 美国这大半年来在频繁试图恢复中美对话的过程中 高频使用一个固定搭配 叫避免将局势引向冲突 经济上的冲突已经爆发且正在持续 科技上的冲突也是一样 那么美国到底怕的是哪一种冲突呢 只剩下一种可能 最直接也最致命的那种 武装冲突 军事乃国家实力的顶级是金石 一场俄欧战争 打到今天无论将来结果如何 俄罗斯在中文互联网已经事实上 被剥夺了战斗民族的封号 大地的称呼更是被谐音梗代替 或者直接拿来玩文字游戏 而美国身上的标签更多 掉起来场面也更炸裂 如果军舰在中国南海没有刹车避让 侦察机在别国领空吃了尾流瞎逞强 针刀针枪打起来 美国的实力如果达不到世界人民 对于霸权恐怖如斯的美好幻想 那么威慑的泡沫就要爆雷 等待他的将是提前冥想的丧终 布林肯的到来 本质上是在为美国的末代霸权延年益寿 他无心也根本无力 推动中美走向任何维度的和解 两国完全和解不是没有可能 但也只会发生在美国承认 他完全压制不了中国时 而这个进程即便再缓慢 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 对于屹立了数千年的中国而言 也不过是弹指一挥斤 中国在阐述自己的政治报复时 说这不叫崛起 而是复兴 是要回到原先就属于我的位置 显然为了规避敏感 尽量不造成恐慌 这句话含蓄的中国人只说了一半 而另一半是 除我之外的其他国家 也要衰落到他本该臣服的位置